一天一个六千四怎么玩啊 你们都小心点啊 我要黑化了 继纽约之后 小宝是三天比赛之中 第二个喜提六千四奖金的选手 这两位选手拿的也是当之无愧 毕竟实力在那里摆着 本以为小老虎和杯子 也能够让云顶再次打出血 但没想到他们是真的不给力啊 而刚刚失去六千四的云顶也是誓死 捍卫自己的奖金 开局就向小老虎放弃了很坏 我要认真了 胡子 你完了 你完了 胡子你真完了 我们双VSS 双VSS吗 那来不及换了 算了吧 算了吧 来不及了吧 对 来不及了 那再上一波吧 下一波吧 行行行 我减不了VSS 比赛开始 没事 最准减不了 想必看了这三天比赛的粉丝们都知道 云顶的VSS无法解锁 而小老虎也是开局之后才后知后觉 如果有参赛选手选择了双VSS 我想云顶估计就只有赤手空拳应战了 而小老虎开局就利用魔法攻击 你完了啊 我这真的了 你死了 云顶 我一刻来一送你才几天了 云顶 你别说话 你 太怕了吧 太怕了吧 哎 记得他 怕不怕 我一出来了 你出来了 你完啦 出来了 其实小老虎的技术仅限于经典模式 他不经常打见面 所以他就利用全程说话来干扰云顶的操作 可惜神经百战的云顶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反而还无条件的配合他 我去炸散了 炸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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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炸散了 完了 害怕了 害怕了 害怕了几下 完了 被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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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怕了吧 怕了吧 哎呀 一枪都忘了吧 满血 满血是吗 没害怕 你来啊 你还没了 我要干嘛你了 给你了 你小心你了 开门 干嘛 关门 你不认真 你真不认真吗 你再不认真你就要输了 不要给我面子啊 输赢不重要 朋友之间一起玩的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小老虎等了小宝和云顶那么久 才等到他上场的机会 现在去开局被云顶连续拿下两分 魔法没有影响云顶 反而把自己影响了 认真了 开始认真了啊 不说话了 他不说话他要认真了 果然认真的男人是非常猛的 小老虎也许是被云顶的那句话刺激到了 粉丝们都期待他让云顶破产 不认真 怎么能够拿到进入下一关的通行证呢 这么看来 刚刚小老虎的确是被自己影响到了 现在不说话的他 才是能够发挥出真正实力的他 哇 没得弹了 刚刚才好不容易把云顶返超 接下来就又被云顶的提前枪火力压制成功颁平比分 喂 我去 这就是屁卖的小老虎吗 太猛了 压迫感满满 兄 小老虎刚刚的一番闭卖操作竟然让云顶感受到了满满的压迫感 现在双方比分持平 看来下半场究竟谁输谁赢 我们还尚且无法判断 毕竟小老虎的实力众人皆知 但他幽默也是真的幽默 七根灯 咋了 你要看不过啊 好 你肯定看不过我 我肯定看不过啊 我不肯定看不过 我 外号 我外号 云顶 防顶 六 你外号防顶 六 我外号防顶 一个小老鼠怎么敢跟我肯定的 六 好的小老鼠 你完蛋了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小老虎其实在内涵云顶抗毒 而在下半场刚开局 他们二人就隔着门进行了一波拼枪 双方都被打到大残 但在外边的云顶好像更有优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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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嚣张完的云顶转身就被小老虎的一颗顺暴雷堵住了嘴 二人再一次打成平手 而云顶接下来的一颗震爆弹又成功帮他拿下一分 哎 虎哥不要 虎哥 虎哥不要 按理说 小老虎丢投掷物的技术也是数一数二的 但是相比18岁的云顶 可能还是差了一点 现在已经来到了云顶的赛点 能否保住他的奖金就在此一举了 而小老虎又能否给我们带来其他不一样的惊喜呢 OK 拿下 拿下 换笔子 把二七抽在他俩身上 据说小老虎和笔子刚刚一直在直播间 边看他和小宝边起哄 现在云顶对他们也是毫不留情 果然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这句话一点都没说错 八冠王小老虎参加云顶见面赏金赛一轮游 直接身败名列